广东的特色美食里 有一道是令福建人都害怕的包仔饭 不过别担心 今天这道包仔饭里头没有包小孩 有的是嫩滑的牛肉和流心蛋 还有焦香的米饭 秋冬之时来上这样一股滋滋作响的包仔饭 一口一个满足呀 我们先来腌制一碗又嫩又滑又入味的牛肉 牛肉切成薄片 加入油酱油和一勺沙茶酱 抓匀之后加入适量的生粉 锁水保湿还能增加口感的嫩滑度 腊肠也准备两根 同样切成薄片 再切一些姜丝备用 接着我们来调一碗包仔饭的秘制酱汁 大米需要提前浸泡30分钟 这样下锅之后比较容易煮开 先在锅底刷一层油 把米倒进来水不要放太多 盖过米粒表层半个纸截就够了 米饭煮到七成熟 然后迅速把牛肉在表层铺开 我们来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吧 腊肠也耿引下风 码成圆圈 喜欢吃锅巴的朋友注意啦 在盖子的边边淋上一圈油 牛肉由生变熟 汁水已经慢慢的渗透进米饭里了 等牛肉切成熟的时候就赶紧在中间敲个鸡蛋 建议单身人士也要敲两个呀 毕竟孤独的人更要吃饱饭呀 最后记得把刚刚秘制的酱汁淋在它的四周 哇 哇 好漂亮的鸡蛋啊 牛肉嫩滑 腊肠鲜甜 最绝的还是米饭 因为吸收了流星蛋的蛋液和牛肉的汁水呀 吃起来非常的入味又焦香 一口下去香气炸裂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再说下去这一锅都要被我老公全端了 哇 这鸡肉好滑啊 嗯 天啊 好重啊 还有那个鸡蛋 我还真没做过沙发酱 那个滑蛋 人生苦短美食才是济世良方 我是杨棗棗 让我们一起一口一口吃掉忧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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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